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台湾并没有什么下雨的迹象 除了在东半部 尤其是因为迎风面的关系 所以会有一些地形的降雨 在西半部山区午后的时候 要小心会有一些对流雨 整体而言在天气上都是还蛮清凉的 提醒您要好好把握这样子的好天气 而在高温的部分 明天的高温会比今天更高一点 整体而言各地区的温度 大约在27度左右附近 是很像夏天一样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 但是中午的时候太阳可能会大一点 所以如果怕晒的话 提醒您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咯 而晚上的时候温度就会降下来一点 但是程度并不大 各地区的温度大约在20度附近 这样子的好天气呢 大约会持续到星期日 星期日之后天气才会有转变 提醒您要好好把握这几天的好天气 如果要晒洗衣物的话 是还蛮不错的选择哦 而就在台湾时间 今天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啊 美国地区发生了月泉石的现象呢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就是月泉石在石盛的时候 整颗月亮红红的就像是被血染红一样 所以又有人叫它做血月 月泉石发生的时候啊 会先从月亮的整颗月亮的东侧 开始由地球的影子慢慢的从东侧慢慢的吃掉 而慢慢的整颗月亮就会变成红色了 变成红色的原因是因为蓝色的光啊 比较容易被散射掉 留下红色的光在月亮的表面上 所以月亮整个看起来就会是红红的了 而接下来呢 地球的影子又从月亮的西侧 慢慢的把月亮吃掉 最后呢 月亮又会回到了像满月 就像我们在满月的时候看到的 整颗圆圆的月亮一样了 整个月泉石的过程很大 会又会持续到2到3个小时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一次台湾并没有办法看到这样子的过程 但是不要太气馁的是 因为在今年的10月8号 月泉石就会在台湾可以看到咯 提醒您要好好把握这样子美妙的天文奇景 Vid360也会帮忙提醒您千万别错过了 最后给您点叮咛跟建议 天气会转好稳定这几天呢 都会是很适合晒洗衣物的 提醒您好好把握 而温度也会越来越高 是个高温炎热的好天气 但是西半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 还是要小心会有一些降雨的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Vid360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再 slammed 我们下期再见 对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眼 aí 正在 这 的 我 不 感谢观看